王浩珍、Isaac拍的那一部让我印象挺深的 因为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学生来讲 我觉得他挺厉害 而且我感觉他追求比较完美的一位导演 对自己要求挺高 对所以我感觉通过那一次跟他合作 包括跟哈利老师合作 为什么你这样的动作 不要动作像我一样的动作 听听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客人来到这里 去吧 去吃饭吃饭吃饭 原来拍戏就可以这么晚 其实很professional 我就就是我第一次感觉到 哇非常的专业性很强 对因为学生跟好多学生一起合作 其实感觉还是有点像做作业一样 很多时候是没有那么成熟 对但是这也正常 因为我们都学习 然后自己慢慢练 但是我就通过那一次就感觉 哇还是 大家更加那个有想法 有专业的精神 是的 是的 然后除此之外 我拍到就需要跳舞的角色还挺多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是很幸运 对 这种题材毕竟占的是一部分嘛 不是全部嘛 对 可能是有三分之一已经算很多了 对 甚至没有那么多 对 那你又演了其中的那么多 挺幸运的 谢谢 然后我刚拍完 就这周末我拍了一部 类似于一个web series 也是我一位朋友 他自己拍的 然后他 有舞蹈 那个就不是舞蹈 他就想让我唱歌 对 他想让我演一个歌唱家 因为当时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在合唱团认识的 然后 对 我明白了 可能很多不少人是因为可能对你的认识 然后可能就为你 就是 为我而 对 至少就给他的人物增添了很多灵感嘛 对 你又会跳舞 然后 哎 再 变成这个主角就是跳舞的 或者导演乱来越喜欢 对 对 就是这种 对 多了很多可能性 对 多了很多 哎 我前 我就前天上课的话 我也在上课嘛 哦 然后 老师也在讲 就是说 你除了 就表演当然是你最主要的 对 但其他的很多 skill的话 你也应该就是说去 先找你最喜欢 然后老师一看 他一看到我是中国人嘛 亚裔 是 然后他说 Marshall 他说你怎么样 他说你干嘛不把这个highlight 哦 是 我说 其实我不怎么会 我只不过我觉得作为中国人 可能 武术的动作会那么几个百动两项嘛 所以我就填了 他说你 你那个 去上上课啊 我说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我说 只要有这种角色要求 我马上可以去学 因为我有朋友啊 我有朋友是做武术指导的啊 对 所以我说随时我就 会准备好了去学 但我说 你说你既然说准备好了 你就要去上课 就要去学 对 学了之后 你在上面就 就就就就说明 你是被训练过的 那个resume 就会更丰富 是 更有特点 对对 像你的几项那种唱啊 跳啊 那是 这很明显嘛 其实 其实我对武术也挺感兴趣的 你要学吗 我 我现在有学stunt 就是我们学校有那个stunt workshop 但是我特别想学武术 但一直没没有机会 所以我还是很期待 期待和哈利老师一起 跟我来个武术的那个吗 我们一起演一个 对 有可能 你 当然现在不管你回中国也好 在这好 都很多武术学校 或者专门的 关于动作 就动作指导 或者说是电影的 武术的方面 对 可以学得更专一点 对 去上一上挺好的 你那么爱学习 对 再多拿几个特上 是啊 我一定要学一些 而且我们现在 如果是 就好多片子吧 不一定是功夫片 动作片 你都需要一些动作 对 而且学一学肯定会有好处的 是的 现在毕业之后 我想打算回国一段时间 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在匈牙利出生长大吧 对 我们聊聊 你怎么多大去匈牙利 我是在匈牙利出生的 匈牙利出生的 对 那你父母一直在国内中医 不是 就在匈牙利 在匈牙利做中医 对 欧洲啊 那种 对 特别漂亮 就是想都会想到那种 尖尖的屋顶啊 山水啊 云屋啊 那种 对 确实很漂亮啊 对 确实很漂亮 大家给我们照片 我们放一下 给大家感受一下 好 好 那你就是 在那儿出生 然后长大 然后一直到高中 对 那你中国是实习 你说你高中的时候 实习的时候回国 我就是暑假 我每次 对 放假才回去 对 放暑假 基本上上学的时候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匈牙利 是的 但在欧洲的生活 给你带来了什么东西 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 应该会蛮不同的 对 其实我在欧洲长大 首先因为我说匈牙利语嘛 我小的时候说匈牙利语比较多 你上的就是那个匈牙利语 对 匈牙利语的学校 我感觉我从小就 就是有这个习惯 就不停的 想去多参加一些活动 然后就从小 表演 就是跳舞嘛 对 就从小就跳舞 然后学了钢琴 因为匈牙利语 它是个很小的小国家 然后匈牙利语呢 也是个小语种 跟 那德语是有相似的 不像 不像 匈牙利和 芬 芬兰 芬 波兰 不是 芬兰 芬兰 哦 它跟芬兰 是一个语系 但是呢 但是他们有隔着海啊 对 但是也 我们也听不懂 他们也听不懂 但是属于一个语系 对 是听不懂的那种 对 就完全听不懂 而且匈牙利语 稍微有一点复杂 哦 但是 我 那你除了匈牙利语 那个德语也会吗 德语也会一点点 就是在那里 怎么都会听得 对 经常听到是吧 对 因为我们小学 其实欧洲 大部分人都会学德语 因为 对 德国包括奥地利 就在匈牙利旁边 奥地利说什么语 就德语 奥地利和德国 不是说那个匈牙利语和德语 我知道那两个国家是 我以为是蛮相似的 哦 匈牙利 我想一想 因为匈牙利以前是个大国家 奥匈帝国 对 奥匈帝国 然后后来就 整个德国 对 就热门啊 奥匈帝国 对 然后后来就慢慢慢慢的 就是 就中间就那一小块 变成了匈牙利 那是不是那种艺术的氛围 比较强 还挺强的 对 还挺强的 尤其学音乐的人 很 都很厉害 就感觉 就天赋型的 就会音乐的人 还挺多 就大家都会 能割上我 对 对 而且学院利人 都比较冷静吧 我觉得 比较酷 对 对 差不多 那边华人多吗 现在应该越来越多吧 那时候没有太多 我当时 我整个小学 包括我整个高中 就我一个华人 那你中文怎么说的那么好 谢谢 你就听起来就像在大陆 是吗 对 中文说的很好 感谢 因为我 就我也有点遗憾 我没有在中国上过学 但是你中文就说的很好 思维 谢谢 不像在国外长大 是吗 我 你说 你像洛杉矶团很多吗 对 那在这长大的孩子都不像那种 就像你一样 国语啊 中文说的那么好 但你是家里这种环境让你可能两个都没丢 对 你现在等于说会胸癌利语 德语也会 英文也不错 谢谢 是吧 那你就很厉害 有可能因为我妈妈对我这个中文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对我觉得父母 对而且我也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中国人 我觉得会说国语是基本就对我来说 好多人想说好也说不好 就像我是中国长大 但是我中文我也是 普通话不好 我想我也经常就是有的时候说的词就不对 对我经常 对就我好像刚刚说了一句什么 然后我就说错了 对然后我脑袋 等不上现在大陆说的一些用法 你现在想要回中国去发展 那就是表演这块 对因为我在中国没有长期生活过 最多 有亲戚朋友吗 有在东北 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我都会回老家 然后最多我就待个两个月 因为放暑假 对但是就我对这个中国文化呀 还有还有这个国家 就是其实我还挺 陌生 也不是陌生吧 就是因为我妈妈从小就跟我说 就是哎呀中国就是这么好啊 然后什么中国文化呀 就其实我还对中国特别感兴趣 而且 那你父母会跟你回去吗 还是他们在哪 暂时不会吧 他们还在匈牙利 对我妈妈在匈牙利 然后 反正他跟我说 到时候我在哪 他就跟着我 对 他现在就是等于说能 把他以你为中心 对对 那我就说行 他现在还在匈牙利 对他在匈牙利 还在工作 对他在匈牙利有诊所 对所以他离不开 对 那你有对中国的这个发展 有过一些想法吗 和计划吗 嗯 其实因为我有四年 没回过中国了 四年 四年对 对因为疫情嘛 然后 其实我自己 嗯 我对中国的娱乐圈 就没有太多的 就是就就我只能 我只有 我只知道 在网上看到的东西 但是我自己 就是从来没有接触过 而且我也 我家人他们也 就我家里人 也也没有学艺术 所以就 得靠自己 对 是对中国的一种喜欢 对 还是说对自己文化的 一个追求认可 嗯 都有吧 都有 因为我我每次回中国 我就感觉 其实我觉得 中国大陆跟这边 还是很不一样 你在这上学是三年四年 是吧 对八个学期 我们上八个学期 但我们第一年上网课嘛 然后我就在匈牙利上的 然后我就一年半来到洛杉矶 一年半前来到洛杉矶 就为了上学 对所以你从开始学表演 到你从事 你也拍了很多片子 都在这边 在洛杉矶 然后你现在要一样回去 对那还是很大的变化 是的 是的 其实国内的话 我觉得就是区别真的蛮大的 我所知道的就是 因为我毕竟 我虽然在国内 我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毕竟我在工作啊 这个社会上 就还是很不一样 规范性上啊 各种 就是游戏的规则都很不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吧 回去 而且我自己是这么想的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而且机会呢 也是给所有人 就是看你自己 你能不能抓住它 所以你觉得你很有信心 准备 我就是也不能说很有信心吧 我就要很勇敢的要去 就是不要 不要放弃这个机会 对我就一定要试一试 就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对 你自己有想过这两边的区别吗 就是 就国家上去 不是就是你事业嘛 就你现在回去就工作 因为我还是对中 就在事业上对中国的了解不太多 比之前要好一点 嗯 就一定要好 我觉得你还是很有信心 嗯 你有准备 你有做一些功课 我知道那些方便 你要再提高一些 对就多看一些中文的电影吧 因为中国有那么好 好多的好作品 还有电影啊 包括很多好的导演 还有演员 我觉得我一定要去 就是就 就特别值得去学习的 你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环境 对 要去适应 对 然后国内的话 对于这种题材啊 创作的空间 可能都会有些限制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再说我想你应该有很多同学 原来就是大陆过来的 对就在我们学校 对会认识 然后他们也回去了 对 那个是你的一个 一个network 也可以是 对你会有些帮助 对 对我也很期待一下 以后可以跟我的朋友 以前的朋友在聚 对 在一起拍戏啊 是 嗯 对 那非常希望你 回去了 能够找到你的 那个事业发展的机会 谢谢 然后 有更多的作品吧 谢谢 对吧 加油 看着你这么爱学习 谢谢 我也要赶紧学习 但我感觉您好厉害 我感觉您好像 就是拍的片子也好多 而且都投定一级 没有那么多了 就是在做了 就是 就是反正有机会 嗯 呃 就去试 哦 就是 嗯 比之前要更加主动一点吧 嗯 以前被动一些 就 嗯 以前的话就 比较局限于 啊 好像自己认为 哎 舒服 我能演的部分 嗯 但现在我反正就是 哎 觉得我哪个我没演过的 我都更想去演 对 对 是的 因为 让自己在一个比较 active的一个状态的话 你会一个是更有新鲜感 另外的话 你也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然后使得你 做起来更有劲 对 对 对 我我也是 这么这么认为 嗯 我觉得跟 年轻人聊天 就是有这个 能 能 从你这里 就是 就是学到更多 年轻的这种活力啊 哦 看到你都在学啊 你们学那么认真 我觉得我 我以前跟 年轻的朋友 也是这么聊 我说 哎 我在你那个年龄的时候 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嗯 真的 就还是 没有 给自己 那么大的压力 就 就 就这么过了 一下 就 晃一下 就过了 就就就三十岁 四十岁 就是这样 但我还很配服您 就是 还是没有放弃 自己的理想 再放弃就 就就就没机会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 抓住这个尾巴 把他能 玩多少 能学多少 能演多少 就演多少 是的 很高兴 那个参加 谢谢 我们的采访 感谢你的分享 谢谢 跟我们的关注说 再见 然后也 祝愿你 在后面 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发展越来越好 谢谢我也祝贵您 谢谢 一会成功 OK拜拜